新兴市场债券,除着美国利率上升而步步走低,理论上是所有资产都死,但是经过多年服用翘衣这套药方,联储局都不敢在市场大跌的情况下,大手收紧银根,所以实际上存在靠客的可能性。 1987年之所以因为收紧短期银根,形成股灾急跌,需要多种因素配合,包括当年资讯流通慢,联储局来不及反应,具有时间差,所以来不及调整,其一是加息的速度。 当年是做了才有反应,现在是未做已经大幅反应,火车都未到,已经狂闪危险灯,最后撞到车的机会其实不高,今次的背景其实很类似,都是经济稳中向好,又开始收紧,市场在跟联储局博弈,事不是真的无钱,看到微软环要是以约750亿美元的全现金交易。 日价40%提出收购动时暴说,就知道公司是有大把钱,只不过讲到加息,自然要跌一跌反应。 另外一个现象是传统新兴市场如果炒加息,会跑输美股,但是今次应跌不跌,似乎都预事后市不会太差。 相信市资金轮流找目标,走几个圈又会回来。港股随着人行调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,可以因为流动性放宽,进行一系列炒作。 以前升幅集中在互联网股身上,不过今次相信会齐上齐落,并且在冬季奥运会之前,营造一个良好气氛。 至少在农历新年之前,应该维持相对轻松的局面。 因此经过一月至今的急跌,港股美股都进入可以买入的水平。 不需要过分担心。